HELLO 大家好 我是本週的RODE GIRL 品品 今天要來介紹不容易撞傷的木質吊香水 潘海莉根的狐狸香水 很多人都是從射手系列認識潘海莉根的 這一瓶是這系列賣最好的玫瑰香吊狐狸香水 這背後的故事呢 你們可以去櫃商廳櫃姐們 都可以描述的很生動 我覺得它的味道蠻像是 剛洗完澡衣服上的清香 是柔軟的味道 它的木質吊不是那麼明顯 可是花香呢是偏清香 比較像是玫瑰梗的味道 不是玫瑰花瓣也不是玫瑰果 它還有一點色香的味道 我覺得色香味道是蠻明顯的 它其實裡面有一點點柑橘 是中和掉玫瑰有一點太腥的味道 整瓶的味道算是很清香 不是那麼有衝擊性的味道 Aesop的霧香水是木質吊 草香系列我覺得最好入手的一罐香水 那它味道呢算是不分性別嘛 那男女都可以使用 那我覺得它帶有草香的味道蠻明顯的 帶有柑橘味道的日本橙香 蠻適合各種穿搭的我覺得 不用特地打扮或什麼的 很隨興今天可能穿一個T恤牛仔褲 或者是今天只是穿一個白色的襯衫等等 就可以搭配這個很簡單的味道 它是透過特別的蒸餾法保留了炎藍草的香氣 但去除了它的土味 不會有根部土味的味道 算是非常清香保留綠感的草香 The Labo是來自紐約的品牌 The Labo是實驗室的意思 之前來台灣的時候 它就是默默吸引到很多鐵粉 就是我 它我覺得還有一個蠻好的點 是你在買它的時候 它上面會有你購買的店家 然後還有你購買的日期 還可以寫一段話 那這一瓶上面我寫的是我自己的名字 有些人聽說是會寫 你去的那個城市的緯度 或者是一句話等等的 這是蠻有境內價值的部分 那也可以打造自己的香水 也可以當禮物送給別人這樣子 我覺得它前調有一點點檸檬的味道 但是蠻淡的 那中調的時候有一點點有色香 它最後結尾的味道是木質感的煙草味 然後那個煙草味淡淡的 會一直殘留在你的身上 然後我發現 我之前有發現 我已經洗完頭了 已經整個都洗得很乾淨了 可是我吹頭髮的時候 還是可以聞到淡淡的一點點味道 會 然後我覺得那個味道真的太舒服了 其實Le Labo香水不一定會 每一個都殘留這麼久 可是二酒算是我覺得殘留最久的味道 Le Labo的城市香 這是東京香 10號 城市限定它是 每年的9月會在 全世界有Le Labo做巡迴 9月以外的時間都是 你要到那個城市才能把到這個味道 上面的數字代表著香料用的個數 那10號呢 其實它只有10種香料 可是我覺得它的味道 不是像你想像的那麼簡單 因為它是玉創木的基底 它的基調有四種色香 不過我個人是 不是那麼喜歡色香的人 自從認識它之後我才發現 原來我原本內心的靈魂 是有點喜歡色香的 然後後來我開始跟別人形容 我喜歡的香調之後 木質調我都會說 木質調帶有點色香 或者是木質調帶有點煙燻感等等的 不過它的味道就是呈現出有點透明感 氛圍在身體附近 不是那種橫沖直撞的味道 因為有一些木質調或者是比較重的香精 是那種你會覺得它衝得很前面 但這個是圍繞在你身邊 有點靜靜的很像 有點像榻榻米的味道 接下來是Marjuela的Self of Arise 森林之魂系列 他們的這個系列呢 是複製當下的情境 或者是氛圍的系列的香水 然後它是黑瓶系列 它味道會比較重一點點 相對透明瓶的味道 可能更持久 那它這個是Self of Arise 顧名思義就是森林的味道 森林你想像得出來 是有點濕潤潮濕感的 不是那種像剛剛前面是乾燥的木質調 濕潤木質調會有一點點苔藓的味道 然後雪松的肌底會蠻明顯的 我覺得蠻像火爐旁邊的味道 蠻明顯的是除了雪霜之外 還有焚香 有一點木頭正在燒的那種炭味 接下來呢是Barredo的Gypsy Water 顧名思義 是想要呈現出基普賽人的那種生活魅力 它一開始聞到的味道是 檸檬帶有一點否手感 就是前面的那個柑橘味道 有一點點明顯 但到後面它保留的是琥珀 然後雪霜的味道 然後到最後我覺得有點暖甜暖甜的 有點像流在身上的香草味 適合秋冬的味道 蠻適合冬天的穿搭的 這瓶呢是來自巴黎的冰晶之木 這瓶才非常的小眾 因為我當下會認識它是 從一間那個像香氛選貨店 我當下聞了將近50瓶吧 我覺得這瓶的味道很跳脫木質調的清香 它的清香有那種解滿冰霜的木頭感 就是蒸葉林上面如果上面有一點雪的時候的那種氣息 不是那種濕潤感 是有一點點冰晶感的感覺 一開始也有檸檬清香 然後我覺得它有一點點茶的味道 所以它會去中和掉一點點木頭的 比較你想像中的那種木質調 但到後來會有 有真的是帶一點點那個 NC的味道 還有松樹的味道 我覺得蠻適合 今天如果你梳一個油頭 穿得非常帥氣的時候 穿一雙比較有一點 粗根的皮鞋的時候蠻適合的 適合穿著比較中性的時候 做使用 接下來呢是Bully的三倍水 這瓶香水是羅浮宮限定香 那它有跟八位 調香師合作 選了羅浮宮裡面八幅的那個圖畫 然後依照圖畫的那個內容 去調和出 看到這個畫面之後 你想像的氣味是什麼 他們就是調出這個味道 這是木匠的味道 所以它是唯一八罐裡面 帶木質調的香味 它聞起來還蠻像有雪松的味道的 除了雪松之外 它還有明顯的 炎藍草的一點點草香 然後它木質調帶的是 溫暖感的陽光氣候的木質調 不是潮濕的 因為剛前面有講到上一瓶是那個潮濕味道的木質調 這個是比較乾燥一點的 這瓶也是限定款 目前就是買不到 所以想買的人就是靠緣分 而且當你聽到限定兩個字 就是你當下如果有一點點想要買的時候 你就趕快買 不然等了限定期間過了之後 你再回來已經找不到 然後我通常加印一罐 就是Debti的室內香氛 碳木香 這味道很溫暖 然後我覺得它是燒過的碳木味 所以會有那種火焰的那種火柴在燒的感覺 我覺得室內噴香還有一個重點是 它可以噴在衣服上 比如說我們去可能燒肉店或早餐店 衣服身上會有食物的味道的時候 我通常會把它噴我的衣服 然後再拿去掛陽台吹風 隔天的那個味道這個是蠻舒服的 蠻適合當衣物方香氛 或者是室內香氛 它可以跟蠟燭一起做使用 就是你在點蠟燭之前呢 可能先將環境噴了稍微有點淡淡的味道之後 再燃燒可能同口味或者是接近的味道 我覺得蠻適合找一個木質調的蠟燭 一起點燃之後 會讓整個空間的味道更有層次感 那在這麼多香水裡面 我到底要怎麼選擇呢 就是比如說我今天穿可能毛衣 毛料質感的時候 我會選擇這一罐 因為它停留在毛衣身上的時候 味道我覺得特別舒服 尤其是圍巾 它留在圍巾上面的味道非常的香 然後如果是西裝的話 我覺得蠻適合這個的29 因為它留在西裝布料上的味道也是蠻舒服的 然後我剛剛有講到它是蠻持久的味道 整天下來到晚上都還繼續在應酬 是應酬嗎還是玩樂 總之就是比較晚回家的時候蠻適合29的 因為它持久度很高 如果今天你穿一個很lady的那種景深洋裝的時候 就是特別推薦它 或者是你今天可能有帶珠寶在身上的時候 就是它是很能襯托出高貴典雅氣質的一個味道 然後其實我每天最常噴的就是10號啦 就是不管我今天穿什麼或什麼 如果趕著出門我就隨便就抓抓這一瓶就對了 就是最安全的味道 因為它各種材質或者是冬天夏天不分四季 都可以使用的味道 以上是我私藏的木質雕香水 你們有推薦嗎 可以推薦給我嗎 拜託拜託我想認識新的木質雕香水